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凯博到台北讯会新闻 我是顾灿勇 今天双北市有哪些重演的消息 先带您掌握新闻头条 双层观光发誓 从现在开始上路了 这是由北市观传举根交通部合作的 有中英日韩有四种语言 就让游客朋友们体验不同的城市旅行 台北市议员王孝伟从小加贫 受人帮助 而现在他努力回馈了 连续七年举办寒冬送暖 就连市长柯文哲也来打气 台北市是邻居健康服务中心的寒冬送暖 邀请了独居长辈们 杭源围炉 处理有志工学生陪伴 精彩的表演节目 新闻一开始 请观众朋友想象一下 观光客朋友们到了台北 可以搭什么交通工具呢 现在包括了捷运公车跟U-bike 还有多了一个新鲜的选择 就是双层观光巴士 这是由交通部跟台北市的观传局 合作推出的政策 观传局说希望台湾也能跟欧美 日韩跟港澳一样 增加不同的旅游体验 坐在舒适的座位上 享受凉风吹拂着脸庞 欣赏沿途的草木景致 双城巴士在都市街道中缓缓的前进 十分的惬意 这可不是在港澳 而是在台北 画面中大家乘坐的 是台北市观传局与交通部 共同推出的台北市双城观光巴士 台北要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在过去一直缺少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要发展观光产业 这种在市区这种观光景点 穿梭的双城观光巴士应当要有 因为把这个车顶打开 站在比较高的位置来看这个城市 会有一种不同的视野 这个是一个抛砖引玉 使得类似的服务 今后不一定是由政府来出资 能够培养起 就像刚才市长所谈到的 够水准 够购买力的自由型的观光客 都会培养起这样的一个产业 让这个好的双城巴士 好的观光的构想 能够在台北成为街头的意境 车上除了安排比照空服员 训练模式的随车服务员 包括导览手册 轮椅停放区都一应俱全 甚至每个座位下方都有USB插槽 可以提供手机或平板进行充电 另外更特别的是 乘客可以使用车上的Wi-Fi设备 听取中 英 日 韩四种语言导览 像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游客 我们都可能就是台北 来台湾就是一个星期 然后台北可能三天 可能台中两天 可能就高雄一天 赶来赶去 然后终于有这个巴士 可能就是可以一日游 把所有台北最重要的景点 把它一次过逛完 所以我觉得对马来西亚的游客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从即日起登场的观光巴士政策 获得交通部4000万元的经费补助 也让台北有了不同的观光模式 更在推广初期 首播就提供每日限量的 两人同行一人免费的 优惠票券方案 希望能够吸引观光客来台北尝鲜 开播大台北出位新闻草德华 采访报导 当然农历春节将来 除了旅游 有很多观众朋友 想要采买年货 而为了提高民众的消费安全 我们带您看看北市府消防局 也特别跟百货公司合作 举办了一场消防演练 不过现场您看看 过程相当的逼真 有大量的浓烟跑出来 让很多路人误会了 他们是纷纷地打119 搜狗百货地下美食街 突然冒出大量浓烟 业者启动火灾通报 人员疏散机制 但有民众突然倒地不起 工作人员马上使用AED电极器 进行初步急救 演习场面相当逼真 三汉过天 消防队紧急赶到现场演练各种情境 包括破门抢救伤患 高空云梯车救援 绳索垂降救护等 每个动作都确实到位 由于演习过程太过逼真 大量浓烟窜出 让附近居民和路过民众 都误以为真的失火 纷纷打电话报案 收购中校店他们平时的一个 智慧编组演练 以及消防设备的维护都非常落实 那我们所以特别选到这个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百货公司 来做一个演习 希望能够让加强他们员工的 智慧编组的主性的能力 以及提醒所有的消费者市民 对于到百货公司消费的一些 应该注意的事项 收购百货呢也很愿意 来配合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投入了两百多个人 那加上各位消货局的长官 这么热烈的投入 我想这次的演练是非常的成功的 消货局强调 由于春节期间 是百货商场采购逛街的高峰期 唯有加强演练 提升业者和民众 防灾救灾的应变能力 才能将灾害损失程度减到最低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导 接下来带观众朋友们 关心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了 根据新北市政府的劳工局 进行一条调查发现 有百货公司的贵姐 因为长期战造成了脊椎侧弯 而在过去捷运的施工时 还有工人因此得到了潜水肤病 而为了减少职业伤害 劳工局也呼吁民众 如果遇到的话 一定要马上反应 我知道我认识的有木工 水电都有遇到这种情形 他们每次做那个详细的检查 我就死了 娓娓到处造成岳员工 因为大量使用失眠 引发失眠肺症 感叹自己拼了大半辈子 却换来一身伤痛 同样的状况 也发生在捷运工程人员身上 长期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中工作 退休后才发现 自己已经得了潜水肤病 捷运工人发现身上的酸痛 并不单纯 被医生诊断为潜水肤病 只是他们不懂 为何自己不在水底工作 也会得病 经过研究才发现 噪音出在事工的压器工法 虽然找到原因 但为时已晚 劳工觉得自己有发生 已经发生了职业病 他要向医院取得诊断证明书 来向地方的主管机关 来申请鉴定 或者直接根据这个部分 去向劳保局来申请 相关的失能伤病给付 由新北市政府委托的 民间协会进行调查 发现许多劳工的就业环境 都有可能产生执灾 别以为不是高风险的就业环境 就不会产生问题 光鲜亮丽的贵姐也因为长期久战 产生筋膜炎与脊椎侧外的问题 劳工局呼吁广大的劳工朋友 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工作环境 如有不适就要及时反应 别让权力受损 台北大台北数位新闻 秋世民采访报道 大多数的民众要工作 是因为要维持佳绩 我们带您看看台北市议员 王孝伟 他从小是家境贫寒 所以长期的接受帮助 不过现在有能力的时候呢 他是回头帮助 弱势朋友带您看看 他是连续七年举办了寒冬送暖 不但获得了各界支持 就连市长柯文哲今年也来打气 我的心愿是一个书包 这简单了 这个书包有点很简单 主持人依序将小朋友们的心愿 念给获邀出席担任嘉宾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听 希望借由市长的高人气 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 一起完成小朋友的梦想 你都是以一种帮助别人的态度 你有什么困难 大家悄悄 我现在还要把事情做得顺利 都不是那种说 不然你拿着来拖 他从来都没有 不仅市长柯文哲鼎力相挺 许多摊贩也到现场摆摊 进行爱心依卖 共同帮助弱势族群酌慕基金 也为台北市议员王孝伟 延续寒冬送暖与关怀弱势的梦想 今天有市长 我们的柯市长来帮忙 也有所有的好朋友人 一起来帮忙 来共襄升级 我希望我们用爱心 办这个寒冬送暖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寄计给我们支持 从小加薪就不好 长期接受帮助的王孝伟 早早就有立定之项 未来只要有能力 就要帮助弱势族群 因此集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连续七年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让爱心能奋散出去 开播大台北市卫星 郭正明 蔡文博老 同样的是送爱心的活动 地点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德里 在多年以来在三德公园 是设立了爱心伞 不过由于数量越来越多了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摆放 因此新北市议员陈启能知道以后 他是特别捐了两个造型相当可爱的雨伞架 一 二 三 崭新的爱心伞架落成揭幕 里面们都相当开心 三重区成德里多年来 在三德公园设置爱心伞 由于数量越来越多 已经没有地方摆放 新北市议员陈启能得知后 特别捐赠两座造型可爱的雨伞架 不仅方便里面取用 也美化公园环境 这个爱心伞地位多了 没有地方摆设 他就突发奇想 他自己的一个创意 用了一个青蛙 青蛙的一个雨伞架 也做了一个熊熊雨伞架 所以我想这个 也配合我们这个新北市政府 的一个一公园一特色 由于陈德里长期落实 环保支收政策 里长吴振权就把许多废弃的雨伞 交由环保志工修理 赋予他新的生命 让里面到公园休息或运动时 不用再担心下雨的问题 我们这个雨伞架由来 是因为早期 我们类伍回收 就会回收到很多的旧的雨伞 因为现在后面 是六八年都做好修理的 也是检疫修理的 然后回收 我们做自由回收 把多余的雨伞留下来 陈景仁除了赞助艺术伞架外 也捐赠十支全新的爱心伞 希望里面有借有还 珍惜使用 充分发挥爱心伞的功能 陈德里爱心伞赞 凯博大台北四位新闻 罗伦红采访报导 不过回来告诉您 新北市三重区的护山宫 民国102年起奉神明指示 连续三年捐了福康巴士 而且同时办理东令救济 而在今年他们也在庙前 放红包与白米 另一个人 这一切给你的 第5位新闻 于年 我早餓 你一直打电脑 但是现在要高点 阿嬷 你怎么知道 电脑也会帮你加滑鼠 来来来 你看 我早上自我来 这一ife电脑滑鼠表了 她会知道滑鼠怎么回事 还是滑鼠怎么回事 阿嬷 我安有道地震 你怎么还在做菜呢 外宝都知道自动家事给我们关掉 智慧生活不漏气 家人安全我在意 欢迎您回来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 相信观众朋友 如果您平常有在买菜的话呢 对于一台金重的白苍鱼 只要660块钱 如果三条石斑鱼 只要900块钱 相信您应该会觉得相当的划算 相当的有感 而为了提供民众朋友们 评价的年节用鱼 要预告您的是 全国渔会将从1月20号开始 一连三天 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渔市场 举办为期三天的渔获大街活动 农历春节将近 各类渔产价格飙涨 为了提供民众较评价的年节用鱼 全国渔会将从1月20号到22号 在三重渔市场举办为期三天的渔获大街活动 全面供应安全卫生 有履历认证的国产鲜鱼 今年的年菜好像比往年又上涨 但是我们全国渔会的渔获大街的活动 我们还是一样 往年在这个年节前的最后一个假期 就在这个礼拜的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元月20 21 22 3天 在全国渔会三重渔市场 这边来举办 我们充分用平时的价格 充分来供应优质安全卫生 而且有生产履历 有检验有认证的国产鲜鱼 来做民众年节用鱼的一个需求 每年渔获大街最令人期待的 就是超值的抢购活动 今年也不例外 像一尾逼近千元的大白鲜鱼 当天只卖660元 一台金以上的冷冻石斑鱼 三条也只要900元 另外 缩大肥免的台湾鱼 则是买衣送衣 只要100元就能带回家 我们有一个百元有鱼的活动 我们台湾鱼 这个买衣送衣 100块钱买衣送衣 那我们有两三百块钱的这个鱼 现场100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那还有这个我们的石斑鱼 三条900块钱 那所以说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好康 都是从我们产地直接配送过来 那在现场我们在分享给所有的 这个消费者 三天的活动除了有鲜鱼特卖会 主办单位还将聘请民厨 现场教民动喷煮各式的海鲜年菜 提醒想要抢好康的民众 手脚一定要快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刚刚新闻提供您方便的年节采买 不过美逢农历新年前夕 我们带您看看台北市市邻区的健康服务中心 都会举办寒冬送暖 而在今年是延续去年的行程 邀请长辈们一块团圆 老人家一到会场 立刻有志工上前引导入座 想换个新造型过年 现场也有专业美法师 帮大家免费易检 来到这里和老朋友们叙叙旧 长辈们都相当开心 这个活动我来参加两年了 一年比一年好 他们的服务精神很感人 还会来家里接我 这是市邻区健康服务中心 和市邻健康促进协会 共同举办的寒冬送暖活动 邀请辖区260多位独居长辈 一起来围炉吃尾牙 希望让这群弱势长辈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开饭前社区妈妈先用热歌敬舞 炒热气氛和台下观众热情互动 大伙用实际行动关怀独居长辈 也让他们提前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同样的也是一场爱心送暖 不过地点在台北市的文山区 这是社会局跟文山区相当著名的 三级古鸡集营庙合作 举办了第五年的寒冬送暖 春节倒数文山区集营庙前广场上 书法名家辉豪让民众开口求金句 期许新年好彩头 会场另一头人群越来越多 原来是人民保姆在发红包袋 顺便宣传反诈骗 关怀乡里不遗余力的 还有文山区在地的景美吉印庙 已经连续五年在岁末年中 结合社会资源 捐赠物资给弱势家庭 真正有困难的人 政府没有办法补助的 那我们庙里面来补助他 所以让他过一个好年 那我在这里也感谢我们这个捐赠 这个捐赠的人 踊跃的参加 尤其我们今年有一个姓高的高小姐 他个人就捐五万块 非常的感谢他 那我们剩下的钱 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社会局来办理 非常的精准 是针对每个家户需要的 无论是棉被食物 甚至于哪有癌症的营养品 各方面都完全是针对他们需要 我们去采购来制装的 究极不究穷 考量弱势家户们经济拮据 今年台北吉印庙特别加赠了电锅 热水瓶 棉被等等小家电与家具 贴近民众的需求 由于景气沿东 让需要涉住者变多 考量如果未来募款资源跟经费不够 吉印庙将会补足 让有需要帮助的李明 一个都不能少 都能平安过好年 记者顾彩勇 蔡博博导 而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护山宫 怎么样关怀弱势朋友们呢 原来他们在102年就举办了 齐安 谢恩 五朝原教 也受到广大民众们的支持跟朝拜 而管委会是奉了神明指示 要连续三年要捐富康巴士 还有办理东令救济 而在今年呢 他们是在庙前发送了红包与白米 关怀三重区的低收入朋友 民众大牌长龙 等候领取救助金 气氛相当温馨 三重护山宫日前举办东令救济活动 发放红包及白米 关怀三重区的低收家庭 官委会表示 这项社会救助是奉神明的指示办理 而且已连续第三年举办 今天所发放的东令救济 是在富国尊王指示之下 因为我们连续三年都有兼台北新北市政府 富康巴士每年一步 到去年12月12日是第三步已经完成任务 那么今年在发放救济物资的时候 也是第三年的发放 这次发放的内容相当丰富 低收入户除了隔领到2000元不等的救助金 还能获赠一包6公斤的白米 领到了民众都相当感谢富山宫 及三星人士的爱心 今年发放的内容是一款2000块 二款1200块 三款1000块 另外有引明的三星人士 他配合420包的白米 每一包是6公斤 他总共兼注了420包白米来配合发放 富山宫在102年 举办齐安谢安五朝原教 受到广大信众的支持与朝拜 广委会奉神明指示 连续三年捐富康巴士并办理东令救济 虽然已圆满达成 但广委会表示 未来还是会持续办理 希望让社会更安定祥和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如人红采访报导 不过在新北市深坑区 翠谷山庄的朋友们 他们等车 您可以看到不太方便了 因为破旧不堪 也造成了民众们等车的困扰 而在议员廖小青的协助之下 是完成改建 而且里长还特别号召了民众 一块彩绘 大幅的壁画 加上富有现代感的设计 来到深坑翠谷山庄 很难不被这座后车亭吸引 这与彭汉钢架全都是防锈烤漆 下方的护栏设计 可以让等车的民众稍坐休息 居民直呼很感兴 很棒啊 很有人文气息 这个深坑的风景这么美 当然我们也希望后车亭跟别人不一样 有一种度假村的感觉 每天都好像在度假 然后回去就是心情很愉快 出来心情也很愉快 以前后车亭只有简易的铁条 和一块坡浪板 稍有强风就会被吹翻 为了让民众安心等车 里长将原意设计的巧思 带入里建设内 兼顾了钢板材质 不仅挡风遮雨 搭配居民一同彩绘的背景图案 更显在地特色 后车亭本身就是民众的需求 遮风挡雨的挡太阳 那么这个应该是要得天独厚 有一个我们赖宗里的里长 他特别能够了解这个美学的观点 弄得好像是在我们新北市独一无二的 议员廖小青争取修缮经费 里长带头动手坐 让使用超过50年的后车停 太旧换新 里民有更舒适的等车空间 也变成当地的新地标 台博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导 地震时要蹲下小掩护 不要惊慌 妈妈说疏散时要不推 不跑才会安全 可是为什么大人们都不保护自己呢 防灾需要行动 教育需要榜样 地震了 防灾教育要身体类型哦 欢迎回来凯布大台北数位新闻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体育消息 这是去年接手一大犀牛 首次进军职棒的富邦汉将 第一个球季的春训 告诉您正式的登场 而在球员安排之下 所有的队职员在开训典礼上面 他们是纷纷地硬紧 拿起了毛笔 写下了他们的新年新希望 总经理写下是我们的汉字 和我们的总教练写下是我们的匠字 富邦汉将领队蔡成卢 与总教练叶军章 用毛笔写下汉将两字 请免所有选手能在新球季 打出夹击 我想我们每一个的训练 每一个练习 然后每一个比赛 我们都要百分之百地去认真地面对 然后这是我们想要的团队的精神 我们穿上的都是同一个球衣 所以我希望明年 在今年就是为了这个而努力 还有你的家人 去年正式成军的富邦汉将职邦队 对职员首次大集合进行春训 在开训典礼上 球团特别安排血毛笔的趣味竞赛活动 不少球员都写下一个字作为代表 也期许能夺下年度总冠军 就是一个新的球季的开始 所以就是保持好身体的健康 然后快乐的心情 然后迎接今年新的一年开始 好像回到以前那种 就是过温课要学那个写书法那种 那新的一年就是要用这个字来 对啊就是让自己更强嘛 就是要让自己的状况越来越好 然后就是每年就是这样 富邦干将从去年的季中选秀后 不禁不少年轻好手开训第一天 菜鸟选手也特别献上富邦集团主题曲的舞蹈 让原先就轻松的气氛增添不少欢乐 选手们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巡时光 其实在人的一辈子当中 在乎的不外乎就是生老病死 而且医疗越来越发达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寿以后 却衍生出另外一种问题 就是高龄化跟老人安养的问题 而在今年长照法上路了以后 看来完美 但是藏着隐忧 以让社福团体大声喊说 这个长照保险到底在哪儿 民间的保险业者 却早已经开发出各式各样 明目的长照保险 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 联合国定义 65岁以上的人就称之为老年 或发挥的人口统计资料 台湾在2017年的统计点 高龄人口比例来到14% 328万人 而10年后的2025年 比例更是高达20% 是475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因此在高龄人口照顾 以及安养需求 绝对是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退去的年是65岁 所以也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 20年的准备时间 换句话是你要用20年的准备 去未来30年40年去用 这是一个你太短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长期照顾服务法 简称长照法 在2015年由政府公布 2017年正式上路 借此强化长照服务体系 以及减轻民众照顾上的压力 而长照2.0更是在近期启动 分为10年长照ABC级计划 其中失智症 失能的老人也是重点照顾项目之一 2.0现在重点还是放在居家社区的结果发挥 还有一个整合的一些怎么样机缘连接起来 做一些整合性的一些服务 不管是医疗的社工的 这样也有心情投入的还是不是那么够 那更确的是比较最低线的照顾服务员 不管是在机构的还是特别是居家照顾的这一款 如果他们的薪水待遇没办法 有一点程度的提升 还有社会大众 怎么样来让社会大众认同他们的工作 真据说肯定 还有感谢他们的工作 这种形象的建立 也是除了政府努力以外 我想社会大众的一些大家的认同 大家的一起来怎么样 来共同来了解 照顾服务员的那种辛劳 长照2.0开始 让人思考长照保险的重要性 其实政府在104年就规划了长照险 也希望在107年开办 将跟全民健保一样 出身就要开始纳保 虽然目前朝野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看在社服机构的眼中 长照保险绝对是需要的 我个人觉得长照保险 还是裁员来得比较稳定 我们健保能够那么成功 也就是裁员比较稳定 我个人是赞成是 长照保险还是应该要思考 你在做整个未来退休后 你如何让自己过一个 在生活生命上这些品质上 不会有大问题的这样一个准备 其实至少要从55岁就要开始 政府虽然还在评估长照险的内容 民间保险业者却早已经规划出 一系列的长照保险让民众来选择 更有包括长照全残费 受险保障合一的产品 透过长照险补足照顾资金运用上的缺口 协助民众提早来规划长照风险 凯波大台北数学新闻 曹灯华由湘婷采访报道 最后带您关心明天的气象了 在今天的天气相当暖和 白天台湾的各地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提醒您明天的天气 双北市还会有20度到24度左右 适合户外运动 也请您把握最后一天的好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凯波大台北数学新闻 我是古彩友 祝您事事顺心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